作为牧民的后代 老江和我感叹 说牧民家的孩子还能骑马的越来越少了 原来马是蒙古人必须的交通工具 现在摩托车和汽车如此发达 马作为交通工具的属性没有了 再加上互联网拉近了世界 草原上的孩子同样接受着来自地球村的各种信息和知识 老江和叶赫的孩子江孝 在我眼里就是一个同时心里装着草原和城市的神奇孩子 我抵达牧场的时候 听说江孝还没考完试 小学四年级的他还在西林浩测试 我也只能从大课厅里的一张照片 大概知道江孝的样子 直到有天吃过午饭 突然看到院子里有个孩子 在牵着那匹叫淘宝的马六圈 他就是江孝 你为什么要牵着他一直走 缓解他的腿部的血液 因为他刚才冲刺完 血液都在他的腿部 然后如果我这个时候 不去这样 不让他运动 不让他活动一下 他这个腿就出问题了 一开始江孝有些腼腆 放假时他在牧场背马牵马 站在墙头上 根据晚霞预测第二天的天气 要不就是把所有可见的东西 都变成版具 这时候你能看到他心里的那片草原 他也会拿着雷神的锤子 晃来晃去 或者举着iPad 熟练地操作着我的世界 这时候你会看到他心中的城市 也有因为干活磨蹭 一大早就被妈妈一顿狠骂的时候 你咱头上晃了 我就是至少十分钟了 我问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熟练地日常搞怪 熟练地骑摩托车 熟练地骑铲马 熟练地各种调皮导弹 没用几天 江孝在我心里 就打造了一个新时代的 草原熊孩子的形象 但是有一天 一个小时内 这个形象完全颠覆 他和那匹叫做淘宝的纯学马 带给全营人一次灵魂的震撼 这次经历 就算一个月后 我在制作这部纪录片时 依然能够透过屏幕感受到